对方拦住了 对方过线了 像这种球 双方争夺很激烈 拦几个也没关系 只要气势和阵势不乱 节奏不乱 网上总占据优势 他现在用卡卡赛斯换的卡尔德罗 他又发球15 卡卡赛斯 报名的时候是1米88 刚才发球失误了 张投资被传 好 拦得很好 拦得好 今天拦马节奏掌握得很好 拦马的靠下球世界 今天拦马起跳时间掌握得好好 就是说心情很踏实 就让你感觉很清楚 不是着急慌忙的 对 现在的平数是11米9 他在刚才卡比罗打了一个三号位的快攻 打中了 打出界外 打出界外了 打出界外 10比11 10比11 在这段新的比赛里面 古巴队 古巴队师傅送了中国队5分 也就是中国队所得的一半分 都由于他的师傅送的分 他这个是推他后排尾利 因为他探扣球过来以后我们扣球以后他的后排队员把手分起来了 打他手上就是后排尾利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第一裁判俄罗斯的裁判员安德烈 特末维奇 第二裁判保加利亚 康坦丁 图夫克 歇夫 现在11平啊 打在界内 这里12号 卡尔德龙上来了 好 好 赵云俊挺好 所以必须得抢时间打 打快 打快才好 他来防来不及布防的时候你就吓走了 太空的战术变化我们过去给大家介绍 有几点 第一 就必须一传要稳定 第二 你真正把速度得打快 就着急所讲的 第三呢要跑动 要跑动进攻 多点进攻 不是光三号位掩护 四号位平拉开 这个网上就软了 要狠一点就有了 这个在相当往这个蓝球界外 这让路易斯打几个很正常 对 因为他的主要进攻人 对吧 他的特长 你不让他特长技术发挥是不可能的 对 但是在这局比赛被路易斯得分呢 只得了两分 他反而得分比较多的是二号桑托斯 哎 就像这样 上托斯 啊 打出地外 9号三天之马 他打出地外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的特长 我的特长 我限制你的发挥了 对对对对对吧 那么我来往来了以后 造成你攻守的心理压力以后 他自己就输了 是是 他现在就通过换人 换人来调节这个 所以你看他都 三切 三切 也下来了 啊 他又18号 巴罗斯 巴罗斯 这个队员也是很厉害 他在对中国的第一场比赛里面得了9分 中国队真的发球拼的是凶 4号位 4号位 哎呀 乎巴的双人拦网 这孩子很可爱 挺挺挺感大的 但是这球已经被造的死死了 是是 今天这球啊 不管比赛的结果怎么样 这个这个这个味出来了 对 确实看到了中国的以快变战术的这种 这种特长 对 卸外 古巴队发球去空间 这是古巴队在这局比赛里面15送的第7分 对 他现在就是想用拼发球来那个什么 因为前面前面 8分以前他拼发球拼得很好 是 这段时间他拼发球就15多了 对 路易斯小鞋鞋 路易斯这个扣球真是 一般人打不到这个角度 是 因为有这么个拦网 他他能打过来 就是 确实是那个弹跳 那个脚像 弹跳太好 对像装了弹簧似的 来两次要求 冯坤两次要求成功 今天冯坤主 脑子很清楚 从组织啊打掉啊都比较合理 这段时间来讲 我觉得 呃 呃 就是用一团来顶住他这个发球 然后呢 用篮网来造成他对方的心理压力 所以说呢 最后就是说我觉得 用篮网以及最后的那个那个发球 包括他们自己输我 所以说呢 我觉得扭转了这个局势 因为我觉得打球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在展示的落后 是吧 或者展示的领先 这都不要着急 就是领先落后 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一个过程 对 所以说你还是要按你自己的节奏打 所以从目前来讲 我觉得 中国女排这个节奏把握的比较好 对 他不管领先还是落后 他还是按到自己的节奏在那打 是 所以说会规及着这个比赛的比赛起来 中国队主教练陈中和 中国队的助理教练是余杰敏 但是中国队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 因为他毕竟是个强队 他在往上很有 他往上的实力还是很明显的 快球 18号巴罗斯拿快球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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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 八球出键 一二三四五八球十五分 八球十五分整个在这局比赛里面 那是古巴队十五分送给中国队八分 其中高地讲了五分是八球 十五分 那说明他拼发球非常凶 对 所以他这么拼发球 我们就耐心顶部就行了 对 桑特斯传二号位 这六号拉米雷斯 拉 打 背溜 就背后的短铭块 现在十七平 他这个球就是靠高度 他这个打在手上 就是高度 他要如果是造住了 他这球肯定是来死 是 哎呀 这个球 这个球有点往外飘 古巴队现在是防守反击 正在摔篮我没拦中 十二号卡尔德东 刚才招地给大家 就是卡尔德东这个队员的扣球的特点 两个 一个是点高 另外一个是有变化 5 5 10 2 1 2 这球露得了 但是扣除界外就可惜了 中文代孔就站定 大家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 现在是这个陈生和姻君敏 两个人在布置战兽 队员们倒是面带笑容 这球卿管得太大了 他稍微赶上去的时候再管过来 他稍微有点高度也就管过来 打败快球 现在不用着急 好 跑步 抓住反击的机会 7号中午2号